這個遊覽車翻致的這個事故 作成三十八人親黨上 一個差不多七十歲生過富人人 經過春秋後要是不幸過往 無論包括京鳳 雲安輝 還有光露協是都很日調查 如果這台發生事故的遊覽車 出秤的時間是在二雄一九年二月份 而且上一次車的減減也都正常 加速也沒吃酒 但是當初出問題上説原因要愛調查 遊覽車沿著在沿路 整個都是煙 後面的車走一個光露車補充救人 通常八條公町裡的環保濟工隊 吹過兩台遊覽車出去算 其中一台在在宜蘭太平沿路沿路 時兵車 作成一個人希望三十八人親黨上 就是安全帶沒有掉所以掉在辦公室 所以這邊兩邊都黑進行 沒辦法越來越快越來越快就翻了 前後是不是兩分鐘 差不多 少少的人說 事情發生之前就有好想說 當下壞掉 不過大家都不會發現 就落到沿路沿路整台邊車 他有寒 他寒什麼 一煞車外 四零 煞車四零 叫你們抓緊這樣子 對啊 以前都要破線 因煞車四零無法減速 情急之下 拉手煞車也無法停止 因此車輛撞擊左側忽然 在撞右側三邊後 翻覆在車道上 但是發生的反應也過要調查 少少的人先三個病治療 其中一對老婆在臨出來算 七十幾個四過五人 當天沒有死命現象 三個病治療也救不到 做公司也受傷 經過我們快一個小時的急救 並沒有病 並沒有能夠救我 那我想主要都是腦部 跟雙腔裡面的一個出血 四過高速沒有酒精的歡迎 說是當下壞掉 說都叫調查 這台車是日空19年未來出場 上一面檢驗都正常 高速在這段兩年為過六年 包括兩人超速 全都已經結案 會派人去公司查博 由南車公司付這年 也會被尾問 安排大到尾巴的事情 這台九月多的時候就開店了 因為遊覽車兵車都在路上 其他的大型車沒辦法出力 隨其他帶遊覽車由下 只好可以走路線 到晚上已經先穿出一條 遊覽車可以過路 讓其他的車路線 記者綜合不獨